我是中宫嫡出的二公主封玉姝 我母后是父皇白月光的替身 父皇年少为帝 手里没什么实权 但她却有着一副好皮囊 也正因如此 她才能娶到我母后 不止母后 宫里还有好多娘娘都是在父皇那副皮囊的蛊惑下踩着家事进宫的 除了徐贵妃 徐家门第不显 我父皇刚登基那会儿大抵是瞧不上的 后来徐贵妃进宫的时候 前头进宫的那些娘娘已经死得死 倒得倒了 不过我母后还是皇后 可能是因为我外祖家还没倒下 也可能是因为她那张与徐贵妃有八分孝似的脸 当年她见了徐贵妃一眼后 再也没出过凤仪宫 还三令五身地告诫凤仪宫的人 不许和徐贵妃宫里的人来往 就连我去找封宫横宫 她也要反复地叮嘱我 别和二皇子争 父皇圣年时为了百姓操劳过度 后宫里的人都换了一茬了 她膝下紫膝仍旧不疯 母后身边的亲姑姑告诉我 我本来还有一对龙凤双生的兄长和阿姐的 可惜他们不到周岁便双双地夭折了 好在徐贵妃不似母后那般福薄 生下还养大了二皇子封燕恒和一对孪生公主 父皇吃过几次闭门羹之后 再没有踏足过凤仪宫 此后徐贵妃宠冠六宫 她的儿女也受尽父皇宠爱 母后去世那日 封燕恒被立为太子 母后下葬那日 听闻徐贵妃哭晕了过去 我有些怀疑说她是乐晕过去倒还有几分可信 后来我就和亲姑姑在婉玉宫里关起门来过日子 直到父皇驾崩 封燕恒成了皇帝 这时候她突然想起来还有我这号人 说要把我送去蛮一部落和亲 和亲的旨意是她亲自送到婉玉宫来的 亲姑姑哭着抱住她的腿哀求她放我一马 被她一脚踢开 我忍了又忍才能平静地开口问她 如今我朝兵抢马撞 蛮夷丝毫不敢来犯 缘何要让我去和亲 朕出灯大宝 有劳皇姐替朕恩抚蛮夷个步 她说话的时候我在想 若是当初她在荷花池落水的时候 我没救下她就好了 封燕恒让人把婉玉宫看得严严实实 我绝食三日也没能让她改变主意 我去和亲的前一晚 亲姑姑用她绣花时惯用的茧子了结了自己 公主、徐太后 不会、给咱们、留活路的 她说完这最后一句话就在我怀里咽了气 封燕恒送来的婚服比亲姑姑胸口涌出来的血还要红 她还特地点了梁承小将军送我至蛮夷 说起来 我幼时还见过梁承一面 梁信将军大退蛮夷后 带着夫人和小儿子梁承入宫觐见 当时父皇还同母后玩笑说要给我订个娃娃亲 那个时候 徐贵妃还没入宫 我在宫门口见到梁承 他脸上还能瞧出几分儿时的模样 麻烦你了 梁将军 想到后面的事或许会连累他 我有些许歉疚 不过他好像没听到似的 直到我拔剑自吻于宫门前 他那张冷脸上才出现了别的情绪 公主 快醒醒 皇后娘娘出事了 我被绿意的声音吵醒的时候 脖梗上好像还隐隐作痛 彻底地清醒过来 我才想起 和我一起长大的绿意早就被徐贵妃调出婉玉宫了 公主 绿意换了我一生 绿意 现在是哪一年? 公主睡糊涂了 现在是赵宁十二年啊 绿意一边回答我 一边麻利地为我穿衣 贤妃和惠妃在荷花池边起了争执 皇后娘娘正好路过就劝了劝 没想到却被推了一下 掉进了池子里 这会儿 娘娘还没醒呢 贤妃和惠妃正跪在凤仪宫 陛下也正往凤仪宫去 我顾不得绿意地叙叙叨叨 心里颇为震撼 我重生回了我六岁的那年 也是徐贵妃入宫的那年 上一世 母后落水这事儿发生之后便是贤妃母家倒台 悬梁自尽 惠妃意外地小产 被打入冷宫 那时人人都以为这是因为父皇爱及了母后 母后也常常觉得愧对贤妃和惠妃 直到她幽居凤仪宫时才想明白 父皇这是在为徐氏铺路呢 我到凤仪宫的时候 贤妃和惠妃还跪着 母后正靠在父皇怀里喝药 玉书来了 母后看见我就坐起身朝我招手 我到她跟前关切地问了一句 母后好些了吗 母后紧紧地抱着我 像是什么失而复得的宝贝 母后没事 父皇安抚地揽住母后的肩 朕会为你讨回公道 不会轻饶了他们 陛下 两位妹妹是无心之师 方才也受了惊吓 不等父皇反驳 母后就吩咐亲姑姑让人把贤妃和惠妃送回宫 又从殿里点了两位太医跟着 这倒是上一世不曾有过的 父皇见母后不领情 当下就将药丸往托盘上一摔 你好好的歇着吧 朕还有正是要忙 说完她就离开了 母后并没有在意父皇的不悦 反而扶住我的肩头认真地问我 玉叔 你想做你父皇的龙椅吗? 我想啊 我太想了 做上了父皇的龙椅 我才能护住绿意 护住亲姑姑 我高兴了就让上一世的徐太后吃几口热饭 不高兴了就把封燕恒送去蛮夷和亲 可我没有这么对母后说 只是端出一副六岁女孩的懵懂样子 懦懦地问她 母后 我可以吗? 母后听了这话高兴极了 伸手揉了揉我的脸蛋 你当然可以 母后会帮你的 她说这话时 眼里有我不曾见过的光彩 我隐隐地猜到 母后也重生了 如今父皇还没有完全掌控住朝堂 徐氏也还没有入宫 一切都还来得及 既然如此 我决定不告诉母后 我也重生了 母后有这个想法 我愿意给她这个机会弥补上一世的遗憾 我也乐得做一个不安事事 坐享其成的公主 娘娘 赵太医 诊出惠妃已经有了两个月的身孕 请姑姑来禀报这事的时候 母后并不意外 送些补品过去 找两个可靠的太医 看顾好惠妃这一胎 亲姑姑领命退下后 母后又嘱咐我 今后你便搬来奉仪宫 与我同住 众嫔妃来请安时 你也在一旁看着 玉书 龙椅不是那么好做的 我看着母后眼里跃动的野心 心里的兴奋都快一出来了 我三岁时 父皇便把婉玉宫赐给了我 婉玉宫凋梁化洞 金碧辉煌 处处彰显着父皇对我的疼爱 还有大胆的宫人私下里调侃说陛下是怕公主打扰了她和皇后娘娘 说来说去 也都是父皇对母后和我的恩宠 母后让我搬到凤仪宫 并没有事先知会父皇 等父皇知晓了不知会是怎样一番情形 不过这都不是我应该关心的事 毕竟眼下我只是一个六岁孩童 我如今年纪尚小 众嫔妃来给母后请安时 我坐在一旁 困得直点头 二公主真是乖巧 困成这样了 还要陪着皇后娘娘 惠妃得了好消息 也有心情开我的玩笑 贤妃和她向来不对付 想着法子泼她的冷水 说不定惠妃姐姐这次也能给二公主添一个如她一般乖巧的妹妹呢 惠妃听了这话有些不高兴 父皇膝下只有我一个公主 她自然是想添个皇子 站住先机的 公主也好 皇子也好 都是陛下的孩子 也不知道贤妃妹妹的孩子什么时候能出来和两个孩子作伴 惠妃提笑肉不笑地戳贤妃的心窝子 你 贤妃当下便有些挂不住 贤妃的兄长和惠妃的父亲在前朝得势 眼下宫里也就他们俩有几分胜卷 他们在这儿斗法 母后都没说话 别的妃婷更是低着头 装聋作哑 行了 时辰不早了 都算了吧 贤妃和惠妃留下来陪本宫说说话 母后适时地发话 将如坐针毡的众人打发走了 这下轮道被流淌的贤妃和惠妃如芒在背了 娘娘 臣妾昨日冲撞娘娘 实属无心 请娘娘饶恕臣妾 惠妃只当是母后记恨昨日落水之事 见众人离开后 她护着肚子便跪了下来 贤妃不明所以 可她清楚 昨日的事自己也有份 于是就跪在了惠妃旁边 两位妹妹 这是做什么 别把御书下这了 母后亲自把他们扶起来 还搬出我这个孩子来缓和气愤 昨日之事 本宫不会追究 可是你们入宫也有五年了 怎么还如此莽撞 在这宫里 养大一个孩子不容易 留住陛下更不容易 就算不为自己 为了孩子和家人 你们也得谨慎些 陛下最是重情 你们安分些 陛下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贤妃和惠妃听了这番话 齐齐地屈身英式 母后见了点点头 好像很满意 随即又扯贤天式地继续开口道 在宁国公府 伺候过陛下的那个如母徐无事 陛下不就没有亏待她那一家子吗? 听说徐无事的长子如今就在贤妃兄长手底下任职 徐无事的小女儿生得国色天香 如今成了新寡 若是陛下有意 说不定她还有机会与我们做姐妹呢? 贤妃和惠妃听到此处就变了脸色 平日里 他们俩捻酸吃醋都是些小打小闹 徐氏和父皇可算得上是青梅竹马 若徐氏真入了宫 还有他们俩什么事? 贤妃和惠妃各怀心思地离开凤仪宫之后 母后又回过头来问我 孕书觉得徐氏会入宫吗? 我点了点头 母后没有追问我缘由 只是爱怜地摸了摸我的头 徐氏还是入宫了 在惠妃生下一个女儿之后 惠妃生产那日 母后见了墙宝里的小公主 神色有些复杂 依我看 母后是想扶一个皇子做靶子 所以看见公主有些失望 但是这个出生的孩子也有幸不必经历那些腥风血雨 惠妃平安地诞下了三公主风玉和 贤妃也没出什么意外 她兄长得了消息 向法子把徐氏的兄长从手底下调走了 之后在清查手上的公物 果然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没能顺利地处置贤妃和惠妃 也就意味着父皇在前朝还受制于人 再加上母后一连几个月的冷带 父皇已经有些急躁了 这个时候 母后提出不如选些新人入宫 也好为父皇开之散业 想到已经守寡近一年的徐氏 父皇答应了 这回徐氏入宫时可不如上一世风光 贤妃和惠妃还在 上一世一入宫便风妃的徐氏如今只能屈居品位 不过父皇还是给了她一个封号 以示恩宠 陛下赐给她的这个儒字 应当是如意的儒吧 贤妃一边逗弄着惠妃怀里的小公主 一边言语道 上一次留堂之后 他们二人便时常来奉仪宫找母后闲谈 后来又多了一个小娃娃 陛下如意 如品可不一定如意 老宁国公举家离京十几年 他们徐家也占了十几年的好处 怎会是个平位就好打发的 惠妃言辞间十分看不上徐家人 老宁国公是父皇的外祖父 当时皇祖父婚馈又多疑 以忤逆不孝为由处置了几个成年的儿子 父皇两岁时 皇祖母便借口他体弱多病 将他送去宁国公府休养 因着老宁国公手握兵权 父皇才得以从宫中脱身 伺候父皇的人包括如母徐无侍在内 都是宁国公府精挑细选出来的 父皇在宁国公府长到十六岁时 皇祖父驾崩 父皇才被迎回宫做了皇帝 皇祖母是将门虎女 不但为父皇守住了皇位 还在父皇刚登基时就做主从宁国公手里收回兵权 又提拔了惠妃的父亲和梁姓将军等几员大将 老宁国公交出兵权后就举家离京了 父皇在宁国公府住了十几年 对外家情谊深厚 宁国公府搬出京城之后 父皇便把留在京里的如母徐无侍一家当作外家一般看重 年节时的恩赏不曾断过 徐家的子孙也都得了贤职 只不过徐氏的兄长略微出众些 才在吏部做了一个有点实权的小官 若不是有规矩地居着 父皇怕是还要给他们爵位 陛下真是糊涂 贤妃想起他兄长险些被徐家人暗害的事 恨恨地低斥了一句 糊涂的可不是陛下 母后轻轻地摇着手里的扇子 惠妃 你说呢 惠妃有些走神 母后点到她时她吓了一跳 手里的波浪鼓掉到地上 惊得玉和大哭起来 哎哟 你想什么呢 贤妃熟练地从她怀里抱过玉和哄着 我都能看出惠妃是心里有鬼 母后却没有深究 惠妃是乏了吧 带着玉和回去歇会儿吧 贤妃还不愿意走 娘娘 咱们还没商讨出一个对付儒妃的法子呢 你们有在朝堂上得力的父兄做倚仗 还怕一个小小的儒妃不成 莫非你还想同他争陛下的一颗真心 本宫以为 平安地度过了一劫 你们该有些长进了 母后说完就离开了 我也放下手里做掩护的糕饼 跟着母后一同离去 可瞧出些什么了 母后随口问我 惠妃推母后落水 是父皇的授意 母后对我赞许地笑了笑 玉书可比你父皇聪明多了 有贤妃和惠妃一左一右地嫁着 父皇分给徐氏的恩宠也少了许多 她入宫半个月后方才成宠 成宠次日 徐氏来奉仪宫请安 众嫔妃是第一次见她 待看清她那张脸之后 都不约而同地摒弃宁神起来 其中原有母后和我都清楚 不过是因着徐氏和母后 长得有八分相似 如今的儒嫔 如嫔妃比当初的徐贵妃要低调许多 徐贵妃喜爱华丽的衣裳首饰 就连发际也要输得别具一格 如嫔却穿得十分肃静 简单的发际上只插了两支玉簪 徐氏稳稳当当地行过礼后 母后大放地叫她起来 还照例赏了些首饰 如嫔妹妹与陛下自幼相识 情意非同一般 娘娘给的赏赐可会厚重一些 惠妃试图缓和一下殿上的气氛 贤妃却加枪带棒地想压徐氏一头 字又相识又如何 如嫔是二嫁入宫 依我看赏赐还得少一些 如嫔对这些话置若罔闻 面上始终挂着得疑的笑 可到了晚上 父皇却不顾工人阻拦 闯进凤仪宫发了好大一痛提气 江淳威你放肆 燕童做错了什么 要被你这般羞辱 朕与燕童本就两情相悦 若不是你 如今的中宫皇后就该是她徐燕童 我听了父皇这番无理取闹的话 只觉得母后说得对 我的确比父皇聪明许多 陛下何不费了臣妾 让儒嫔来做皇后 母后都没正眼看父皇 轻飘飘一句话 就浇灭了她的满腔怒火 父皇心里清楚 不可能的 父皇也是有野心的 不过皇祖母去世后 她就只会用一些上部的台面的小手段来收拢权力 今日 那一个文官的妹妹 明日 那一个武官的女儿 若是能像上仪师那样碰个大的 她这会儿无理取闹 也能多几分底气 可惜 贤妃和惠妃如今还活蹦乱跳的 母后对她也没有从前那般死心塌地了 母后出身一门三相的江家 如今江家的家主是母后的同胞兄长 也是江家的第三位丞相 当初外祖父不同意母后嫁给父皇 可是拗不过母后一门心思地想嫁 母后被迷了心窍 甚至还想效仿皇祖母 劝外祖父早日辞官退隐 皇祖母是为了与自己血脉相连的儿子 可江家与父皇仅仅只靠一门殷亲维系着 即便外祖父真的啃走老宁国公的路 江家也不一定能有宁国公府那样好的结局 因此 江家与母后早已离心 上一世母后去世后 舅父即刻便向封燕横投诚 我也怨不着舅父 毕竟一朝天子一朝臣 总不能让江家上下数百口人为我和母后陪葬 可是一笔写不出两个江字 表面上江家与母后还是站在一边的 所以父皇也不敢轻举妄动 那晚父皇憋着一肚子气 离开凤仪宫后 他就去徐氏那里开始了他的反抗 生孩子 只要徐氏生下皇子 不论前朝还是后宫都要给他几分尊重 留水氏的补品药材往徐氏宫里送了一段时间后 终于有好消息传出来了 太医诊出如品有孕当晚 亲姑姑带着一个叫兰映的姑娘来了奉仪宫 一年前 兰映的姐姐被徐氏的侄子欺辱之后 去找徐家要个说法 徐氏不分清红皂白地骂了兰映的姐姐一顿 还叫人到处造谣说他姐姐不守妇道 没过多久 他姐姐就投井了 如品有了身孕 便让兰映去伺候你父皇 如何 母后与我商量着 我打量着兰映 他的相貌正是徐氏那一挂的 眉眼比徐氏还要精致一些 况且他还比徐氏更加年轻 父皇有九成会动心 可我觉得他为了报复徐家委身父皇属实有些可惜 不妥 我想了想还是告诉母后 徐氏身边的方月比兰映更合适 方月是徐氏带进宫的 徐氏对他颇为器重 可是一招行刹踏错 方月竟然与宫里的侍卫诸胎暗结 上一世徐氏知道这件事后 毫不留情地让人把方月打死了 或许他就是怕有人拿着这个把柄要挟方月被主 算算日子 方月和那侍卫的私情败露也就在两月后 方月与那侍卫本就只有死路一条 拿捏他和他的孩子 日后也会少许多麻烦 我正专心地想着让方月分宠地利弊 没有注意到母后镜红了眼眶 徐书 你也回来了是不是? 亲姑姑带着兰映退下后 母后有些失态地抓着我的胳膊问我 不等我回答 她又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 疼不疼? 母后看着好多血从你的伤口里涌出来 但是母后就不了你 你疼不疼? 母后竟然知道这事 我从母后怀里挣脱 用衣袖擦去母后脸上的眼泪 当时是有些疼 但是如今都好了 母后 你怎会知晓此事? 我倒了一杯茶水递给她 母后接过茶水放在一边 我去世后 魂魄离体 一直在宫里游荡 那日看见你在宫门前自吻 我即便只是一缕幽魂 也觉得痛彻心扉 你下葬那日 我突然没了意识 在睁眼便是落水醒来的时候 玉叔 你也是那日过来的吧? 我听母后说起上一世的事 心口也有些发堵 在开口也有些哽咽 母后怎知 傻孩子 你忘了你小时候多调皮了 母后说这话时 语气轻松起来 自打那日之后 你就一直老气横秋的 我是你母后 怎会看不出来端倪 我把自己关在宛玉宫里太久了 六七岁时是怎样的光景 确实记不太清了 上一世 我见了徐氏一眼就明白了 你父皇给我的恩宠 一半来自江家 一半来自徐氏 我是江家的女儿 自幼与你舅父一同读书名礼 竟然落得这样的下场 我接受不了 可那时一切已成定局 我原以为你父皇对你的疼爱是有几分真心的 所以才处处避着徐氏 只怕你父皇能给你指一门好婚事 母后说着又泪盈于劫 谁承想 你父皇对你竟无半分怜惜 任由徐氏欺负你 后来他死了 徐氏竟还要唆使封燕衡那无耻小儿把你当作赏赐送去蛮夷 母后说到最后 已经泣不成声 我抱着他安慰道 母后 上天给了我们重新来过的机会 我们应当开心才是 母后就是因为太开心了 明日你舅父入宫 他也会开心的 母后理了理我的发迹 泪光闪闪的眼里满是笑意 次日舅父入宫 是提前一日给母后送生辰礼来的 一年未见 兄长别来无恙 母后主动地同舅父寒暄 可舅父一开口就说要走 臣还有公务要忙 恐怕不能再奉仪宫久留 请娘娘恕罪 我见状起身拉住他的衣袖 换了声舅父 舅父不陪我和母后用午膳吗? 父皇也很久没来了 舅父听了我的话 难以置信地看向母后 母后轻轻地点了点头 陛下心耐得如瓶 有了身孕 近来陛下日日都陪着他 顿了顿继续道 兄长可知 如瓶是陛下如母的女儿 与陛下在宁国公府一同长大 他生的 还与我有几分相似 舅父沉默己顺 重重地叹了一声 当初是你非要嫁给陛下 你说你与陛下是两情相悦 这也怨不得别人 舅父嘴上这么说 可是语气已经放软了许多 母后继续道 如瓶有孕 他若生下皇子 我便不好过了 咱们将家倒下 也是早晚的事 你有何打算? 舅父终于松口 母后只说 捏住了徐氏身边一个宫女的把柄 只要舅父在明日母后与众妃出宫祈福时安排那宫女成宠 日后那宫女生下孩子 便能为将家所用 舅父与我们一同用了午膳 临走时突然叫了母后的闺名 纯薇 你变了 兄长觉得 我是变了好还是不变得好 母后带着几分娇称地与舅父打去道 自当是现在这般 不拘于后庭殷私 不困于儿女情长 这才是我将家的好女儿 舅父十分开怀 走的时候愉悦地揉了揉我的发顶 跟你母后多学学 次日是母后生辰 母后带着众嫔妃和两位公主出宫去护国四祈福 意料之中的 父皇借口如贫胎向不稳 将她留在了宫里 过不了多久 她又要多一个儿子了 是不是她的没关系 她以为是她的就行了 从前母后也带着我们来过几次护国寺 可是没有一次是如这次一般和谐的 如今 父皇和母后不睦 已经是六宫皆知的事 外人都不敢来触母后的眉头 况且 平日里最是闹腾的贤妃和惠妃 现在整日里就围着奶团子式的玉和打转 晚上我 贤妃和抱着玉和的惠妃在母后的乡房里 为她庆贺生辰 我给母后送了一把香满玉石的宝剑 母后一眼就认出 正是我上一世用来自吻的那一把剑 公主送把剑给皇后娘娘 莫不是还盼着娘娘做个女将军 贤妃向来心直口快 母后现在也有兴致和她玩笑几句 若本宫是将军 此处便是主帅营帐了 话音一落下 亲姑姑便呈上了旧父飞鸽传来的信 母后崭信一关 笑意比方才更深 这是首战告捷了 贤妃和惠妃只知道是徐氏身边的方月爬上了龙床 当下便拍手称快 第二天到宫中 他们二人全然不像经历了舟车劳顿 马不停蹄地赶去了徐氏宫里看热闹 母后过去主持宫道的时候 方月跪在地上哭得梨花待雨 徐氏靠在踏上捂着胸口喘粗气 贤妃和惠妃好心地劝慰徐氏 左一句妹妹如今怀着身孕 方月是你知根知底的人 能带妹妹伺候陛下 也是她的福气 又一句妹妹宫里的人倒是忠心 晓得主子不方便 这是方月在为妹妹分忧呢 徐氏被气得浑身发抖 抄起手边的茶盏就朝着方月扔了过去 父皇赶来的时候 方月额脚躺着血 身子一歪就倒在了父皇怀里 烟筒 你从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父皇对徐氏颇为失望 亲自把方月抱去了太医院 太医院里 舅父也早已打点过 不到时候是诊不出方月的喜脉的 母后十分贴心地为父皇善后 下了一纸封方月为方婷 还把她安排在离父皇的正清宫最近的宫殿 方月来谢恩的时候 母后给了她一些让人陷入沉睡 进入幻觉的迷药 皇后娘娘大恩 奴婢久死难报 方月谢恩的时候 是我把她扶起来的 母后不是为了你 你知道母后想要什么? 徐氏得知 方月与自己平起平坐后闹了两次 父皇自知理亏 便尽了贤妃和惠妃为贵妃 让徐氏做了如妃 惠妃生了三公主 禁卫也说得过去 贤妃与惠妃前后缴入宫 便也一同尽了贵妃 贤妃背地里还说要多谢徐氏 让自己白捡了个贵妃 如妃肚子里的孩子四个月的时候 方月也枕出了两个月的身孕 听说如妃得了消息 气得把宫里能砸的东西都砸得稀碎 母后知道了 默不作声地让宫人把如妃宫里的摆设补齐 贤妃和惠妃却给父皇吹耳旁风说是宫里接二连三的好消息 多亏了母后在护国寺诚心祈祷 父皇不得不给凤仪宫又送了许多赏赐来 事情本来就发展得很顺利 如妃生产的那日 方月铤而走险地服了催产药 让这件事变得更顺利了 方月的孩子生得凶险 她使不出力的时候 母后在她耳边承诺 日后一定会放他们一家三口出宫团聚 得了母后一诺 方月拼尽力气 抢在如妃前头 生下了二皇子 父皇龙颜大悦 给那孩子取名封艳琛 好在艳琛长得瘦弱 明面上是早产两月也说得过去 如妃随后生下三皇子 到底父皇对如妃存了几分真情 拟了好几个名字却一直定不下来 最后是我在那张红纸上圈出了恒字 父皇 三弟就叫艳恒吧 好听 艳恒 好 就听御书的 父皇连得两个儿子 心情畅快 倒也碎了我 两个皇子让父皇暂时忘记了朝堂上的不如意 他日日去陪如妃 偶尔也去看看方月 他以为自己享了奇人之福 可是皇子的满月宴上却出了变故 满月宴上如妃意气风发 穿戴上极尽奢华 有几分上一世徐贵妃的样子了 九过三巡时 方月突然跪地陈情 求父皇将二皇子抱去凤仪宫给母后养 陛下 臣妾自知身份低微 无力抚养二皇子 求陛下开恩 救救二皇子吧 方月生产后风鱼了些 此刻泪如雨下 颇惹人怜惜 艾妃何出此言 父皇上前要把方月扶起来 方月却跪着不肯起来 陛下 臣妾生产那日 九死一生 皆因如非给臣妾吃了催产药 一言济出 满堂济静 如非当即为自己申辩 你血口喷人 那日本公自顾不暇 怎么有功夫给你下催产药 母后当即做主 让不相干的人都自行回宫 只留了当事人和两位贵妃在场 臣妾视如非为救主 处处恭谨 可她却既恨臣妾在她有孕时 与陛下互通情谊 若非臣妾的侍女 去太医院取药时看到了 忌荡上的催产药 臣妾还不知如非娘样 竟心狠至此 方月声泪俱下地控诉着 方嫔 此事你可有凭证 母后端着一副公正的态度 开口问道 太医院的人自然认得取催产药的奴才 叫她来认一认 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方月一开口 如非身边的侍女 就跪了下来哭嚎道 陛下恕罪 都是如非娘娘指使奴婢做的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贱人 竟敢帮着方月污蔑本宫 如非朝着那侍女胸口踹了一脚 你住嘴 父皇看着如非如此失态 指着她骂了一句 指着一句便让如非气焰全无 回过神来向父皇示弱 陛下 臣妾真的是被冤枉的 父皇痛苦地闭上眼 够了 把这个侍女拖下去打杀了 称儿交给皇后教养 这件事到此为止 父皇吩咐下去后 就有两个侍卫进来拖人 来得刚好就是方月和那个侍女的晴郎 如非刚入宫时满心只想要个孩子傍身 身边露成了筛子也不曾察觉 这一场大戏 观众唯有父皇和如非二人 本以为这件事已经告一段落 没想到我和母后刚回到凤仪宫 父皇就找上门来了 纯微 朕知道这都是你的手笔 你能陪朕聊聊吗 母后没有送客 反而摆好了棋盘 示意父皇手谈一局 父皇看了坐在母后旁边的我一眼 见我丝毫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她也没有开口赶我 棋盘之上 父皇先落一子 烟筒是有些小性子 可她本性善良 做不出这种事的 陛下的意思是 臣妾生性很辣 母后不紧不慢地落下一子 你知道朕不是这个意思 父皇叹了口气 安静下来 两人接连落下几子后 母后率先开口 陛下可曾觉得有愧于臣妾 父皇没有说话 沉默地看着棋局 陛下说 臣妾破坏了您和如非的姻缘时 可曾想过 臣妾为了嫁给陛下 不惜与兄长翻脸 可曾想过我们早逝的一双孩子 可曾想过 臣妾与御书在宫中的处境 母后并不是在质问父皇 只是抛出了几个问句 也没有打算从父皇这里得到答案 纯威 朕当时是气急了 才说了胡话 父皇这便失了方寸 那日凤仪宫中的情形 陛下您只听了如非一面之词 便气地要来质问臣妾 您把臣妾置于何处 若如非真如陛下说的那般好 便不该在陛下面前诉苦 母后仍旧不嫌不淡地和父皇搭话 你的意思是让烟团自己咽下这些委屈吗 父皇皱起眉头又有些不悦 母后这时才正眼看父皇 宫里的女人 谁没有受过委屈 如非与陛下自幼相识 六宫嫔妃只见她一眼便能明白的是 臣妾就不委屈吗 母后说完又低头看棋盘 吃了父皇三子之后继续道 陛下看重徐家是他们的福气 日子久了 他们难免忘了 这福气是他们应有的 还是陛下赏的 方平本就是如非身边的人 臣妾也不敢用一个背弃救主的人 不管陛下信不信 今日之事与臣妾无关 我在心里默默地揭话 今日之事确实是舅父安排的 父皇沉默片刻 将手中的棋子放回棋冠 认真地问母后 淳威 朕答应你 只要你好好的教养称儿 以后他便是储君 你能不能 朕只想让燕童和恒儿 荣华富贵地活着 母后没有答话 从父皇的棋冠里 取了一颗棋子 放在棋盘上 而后自己再走了一步 陛下 您输了 父皇的脸色煞时便有些难看 不等他发作 母后便开口应下他 陛下放心 臣妾会好好地教养储君 如非是陛下的嫔妃 恒儿是陛下的儿子 他们自当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父皇面色稍稽 起身离开了凤仪宫 我十分佩服 母后胡说时面不改色的功夫 更讶异于 父皇竟然就这样被母后哄住了 还做出了这样重的承诺 当晚父皇歇在了方月那里 父皇的多姨许是祖传的 稍加挑拨他便对徐家起了疑心 如非才生下儿子就失了宠 还接连被身边的人背叛 也有些心力交瘁 在母后的安排下 蓝映去了如非身边伺候 一直到我吉吉这一年 父皇还没能完成他的大业 母后手里有了一个皇子 舅父在前朝 也更加卖力 再加上贤贵妃和惠贵妃母家相助 眼下局势已经差不多定了 父皇心里明白 但无计可施 索性开始纵情酒色 宫里又进了许多如花似玉的娘娘 可是父皇一直没再添过孩子 这一日 玉和非要缠着我 去荷花池采莲棚 他拉着我走到了池边 又说要回去拿他那个金线编成的篮子 我在池边等玉和的时候 看见了封燕衡 上一世正是在我十五岁这一年 他失足掉进荷花池 我把他救了上来 如非不受宠爱 封燕衡也不如上一世活泼好动 眉眼间倒有几分阴郁之色 我仔细地打量着他 像从他的小脸上瞧出那个逼我嫁去蛮夷的年轻帝王的样子 一时不妨 他竟突然朝我伸手 想把我推进池子里 可他到底只是个七岁的孩子 我一闪身 他便直直地摔进了荷花池 我在岸上看着他扑腾了很久才下去把他捞上来 拿了金篮子回来的玉和 看见我浑身湿漉漉的 非要愿我背着他偷偷地下去摘莲棚 他怎么和他母妃曾经的死对头越来越像了 直到封燕衡醒过来 开始哭闹 说是我把他推进池子的 玉和这才饶了我 吵吵嚷嚷的 像什么样子 封燕衡坐在地上不肯起来的时候 父皇带着他的几个心虫浩浩荡荡地来了 父皇 您得为儿臣做主 二姐他想把儿臣推进荷花池里淹死 封燕衡抱着父皇的腿饿人先告状 父皇看着曾经最心爱的女人生下的孩子如此狼狈 又动了侧隐之心 你仔细地说说是怎么回事 父皇一定为你做主 封燕衡找到了靠山 腰板就硬了起来 指着我说 二姐说他要淹死而沉 让二哥做皇帝 我听得暗自发笑 他还真看得起自己 许是如飞还在做春秋大梦 在儿子耳边说了不少糊涂话 父皇听了他的话脸色微变 朝我看过来好像是在等我给他一个解释 你胡说 明明是二姐把你就上来的 郁和比我还先开口 不是的 一个弱弱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是封燕衬 是三弟想把二姐推进池子里 自己却不小心摔了下去 然后二姐才把三弟就上来的 你 你胡说 你们都是一伙儿的 封燕衡说话有些没底气 直到兰映拿着一身干净衣服赶过来 陛下恕罪 三皇子年纪小不懂事 他不是故意地要推二公主的 封燕衡听了兰映的话 脸色煞白 父皇 儿臣没有 儿臣没有推 兰映刚刚在不在场 并不重要 父皇知道他是如飞身边的人 又见封燕衡这副心虚的样子 当下便明白过来 没等封燕衡说完 父皇便迎面给了他一个耳光 你母妃把你交成了什么样子 父皇从荷花池离开后 就下令将如飞和三皇子禁足四个月 有贪得无厌的母家和不知天高地厚的儿子拖后腿 如飞见到父皇的次数还没有方月多 催产要一世不了了之 方月的儿子又被抱去了凤仪宫 父皇对方月也有几分歉意 加之方月没有母家 宠起来也没有后顾之忧 是以如今方月这个方婷比如飞还要风光得多 方月也想早日带着儿子出宫 所以也紧紧地抓着父皇 不给如飞可乘之机 上一世如飞的一对孪生女儿也没能出世 也好 何苦出来跟着他们母子受罪呢? 直到除夕宫宴 如飞才得以出宫行走 在宫宴上 我见到了梁城 他和梁信将军坐在一起谈笑风生 瞧着比上一世要鲜活许多 二姐 你看什么呢? 坐在我旁边的玉和不合时宜地开口 是大人才看得到的东西 你长到我这个年纪才能看到 我学着母后一本正经地对玉和胡说八道 父皇熟练地吆喝他的臣子们喝酒 叫到梁信将军时 有些突兀地开口 梁将军 你的小儿子梁城可在 梁城起身对着父皇抱拳行了一礼 回禀陛下 臣在 父皇见了开怀大笑 好好好 梁小将军 年轻有为呀 朕曾与梁爱卿有过口头之约 要将朕的女儿嫁给你为妻 你可愿意 公主下嫁乃微臣之福 臣定不会辜负陛下 更不会辜负公主 她说着看向我 还对我眨了眨眼睛 二姐 她往我们这边看呢 她是不是也看到大人才能看到的东西了 我有些难堪地抓住玉和 指向梁城的手 低声地训斥她 你在这样失礼 我就让绿意看着你 抄完一百遍公规 玉和听了这话 才兴兴地收回手 好 这明日便下旨为你们赐婚 爱卿可要记住今日说的话 父皇说话时 已经有了几分罪意 我也分不清 他说这话是真情还是假意 宫宴散了之后 绿意和我便回了婉玉宫 我是集积礼之后搬回来的 绿意神神秘秘地递给我一个檀木匣子 小将军说是给公主的定情之物 我还没来得及打开看一眼 母后就来了 母后还穿着繁重的巢服 我以为她有什么要紧事和我商量 梁城是个好孩子 若不是 你们何该有一段好姻缘的 母后握着我的手感慨道 上一世你死之后 封燕恒那个无情无义之徒 让人把你扔去乱葬岗 是梁城给你收敛了尸身 还为你立了一个牌位 不过是儿时的一句戏言 可他一直放在心里 可见他是个有情有义的 我心下微动 那个板着脸不搭理我的小将军 竟然能为我做到这一步 今日我也瞧见你与他眉目传情了 可见你对他也有意 更何况 他手里不只有自己的兵 还握着梁大将军的一对精锐 若是有什么万一 你也能有个倚靠 我回握住母后的手宽慰道 母后不会等太久了 上一世父皇大宪不过就是这两三年的事 再加上他这两年沉迷久色 那个日子只会早不会迟 此日 父皇如约下了给我和梁城赐婚的圣旨 与此同时 还有一道立储的圣旨送到了凤义宫 不知道地以为我这是陪上自己 为弟弟铺路 可我和母后清楚 这是父皇在兑现承诺 为如飞和风艳恒求一条生路 可惜如飞不领情 在艳琛搬去东宫的那一日 又在自己宫里发了好大的脾气 连连失忆下 如飞脾气渐长 再也装不出从前小意温柔的样子 偶尔父皇来了兴致去看看他 说不了几句话 他便忍不住开口为徐家人和风艳恒讨一些好处 久而久之 父皇也不愿再去他宫里了 如今的如飞对父皇而言 只是儿时在宁国宫府里那段无忧无虑的日子留下的一点念想 父皇的身子已经到了卧床不起的地步 他的证物明面上是送去东宫让艳琛带他处理 实际上都是我在东宫处理的 舅父是在艳琛搬去东宫之后才知道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知晓之后眉头紧锁 我暗道不妙 这次是你母后赢了 舅父说着无奈地摇摇头 你这个小丫头 竟跟着你母后学了些骗人的本事 舅父随即和我说起她和母后年少时 跟着先生学了谋略 便总爱互相布局捉弄 母后既不如人 几乎每次都被舅父反将义军 你母后信誓旦旦地说 有朝一日一定要让我吃个哑巴亏 可惜直到她做了皇后 也没等到这个机会 你们指使我忙得团团转 好不容易把二皇子扶成了储君 却只为攻陛下的心 最后再坐收余力 罢了 就当我是心疼妹妹和外甥女吧 舅父倒比父皇开明多了 也是 他上一世也能心安理得地倒向风艳恒 或许他根本就不在意 是什么人坐在龙椅上 我过了十七岁生辰之后不久 便要嫁给梁成了 父皇撑着衰败的身子送我出宫 玉叔 好好地珍惜这段好姻缘 大喜的日子 我觉得珍惜二字从父皇嘴里说出来多少有点晦气 我没有应承他 只是对他行了一个大礼 儿臣拜别父皇 轿子慢慢悠悠地出了皇宫 这一世 我终于走到了比宫门更远的地方 到公主府行完礼之后 我让绿义为我卸发官 梁成听了非说他也能做 绿义笑着退了出去 梁成笨手笨脚地扯掉我几根头发之后才扭捏地开口 那个匣子你打开看了吗? 那天晚上母后来了 后来又忙着看奏折 我确实把这事给忘了 我一句抱歉还没说出口 绿义又急急忙忙地折了回来 公主!亲姑姑刚刚送来的消息 陛下不好了 我听了连忙开门让绿义给我书发 寻了一件轻便的衣裳换上 才想起还有我的新婚夫君 父皇恐怕熬不过今晚 我要你带着一对精兵随我入宫 他听了我的话有些讶异 你!我原以为还能有些时日 能和他慢慢地讲清楚 可眼下事发突然 我也没有对他有所隐瞒 母后和我 从来都是为了我能坐上父皇的位置做打算的 我嫁给你也有这方面的考量 但是你信我 我绝不是单单因为这个嫁给你的 梁承没有怀疑我 轻轻地握了握我的手 放心 臣绝不会辜负殿下 我和梁承入宫的时候 舅父和母后已经稳住了局面 梁承带人守住各处宫门 我则陪着母后待在父皇身边 用午膳的时候突然就倒了下去 幸好是在你行碗里之后 母后仿佛是在说一个陌生人 成亲可没这件事重要啊 我也不觉得有多悲伤 淳威 烟筒 父皇梦一世的声音打断了我和母后 母后从父皇口中听到自己的名字有些不悦 但还是强忍着靠近了轻声地唤着父皇 陛下 陛下 父皇缓慢地睁开眼 认出是母后又换了一声唇威 陛下可有不适 让太医来瞧瞧吧 父皇轻轻地摇了摇头 朕已经到了行将旧墓之时 只是有几句话要嘱咐你 父皇面色红润了些 也有力气继续说话 燕衡终究是朕的儿子 让燕衬好好地带这个弟弟 燕童 他为朕生了一个儿子 即便是他有什么错处 朕也不怪他 母后听到此处打断了父皇 陛下 如非不是在陛下这里犯了错 而是在臣妾这里犯了错 陛下有什么资格代替臣妾原谅如非 还有 燕衬不会好好地带燕衡的 因为燕衡根本就不是燕衬的弟弟 陛下猜猜 是如非还是方婷犯了错 母后说着 嘴角忍不住上扬 还是臣妾告诉陛下吧 方婷原来是如非身边的人 因为被臣妾捏住了 与世卫私定终身的证据 才不得已委身陛下的 陛下一定想不到 方婷有多盼着您死 因为臣妾已经答应她 等陛下病天后 就让他们一家三口出宫团聚 母后在父皇耳边一字一句地道出这残忍的真相 父皇睁大了眼 瞪着母后 真可怜 若是此刻母后也是在胡说八道 我还能安慰安慰父皇 可惜母后说的都是真的 父皇 您应该能想到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受控制的 就是在您指使惠贵妃把母后推落水的时候 父皇气得手发抖 直直地指着我却骂不出一句话来 陛下想知道为什么我和御书会这么做吗 因为臣妾是信了你的花言巧语非要嫁给你的皇后 是自幼与你一同长大的如非的替代品 是被你害死的一双儿女的母亲 也是被你的宠妃折磨死的女儿的母亲 陛下放心吧 御书比您聪明多了 有她在 老风家的江山一定能代代相传 憋了这么多年的怨气 终于吐了出来 这一夜 我和母后都十分畅快 父皇厌弃的时候 哭得最真情实感的是如非 徐家的靠山倒了 他的靠山倒了 以后他的命就交到兰映手里了 想到父皇曾说 要让他们母子过上荣华富贵的日子 我便让他们搬进了婉裕宫 婉裕宫是宫中最华丽的宫殿 也是父皇赐给我的 如今我把这座宫殿赏给他们母子 也算是全了父皇的心愿 上一世 我到死才走出婉裕宫 这一世 就让他们也在婉裕宫里待到死吧 就是可惜了兰映 我问他 既然已经看着徐氏有了报应 何不出宫去过自己的日子 兰映说他忘不了姐姐头颈前看他的最后一眼 他也想看看徐氏死的时候是不是也像姐姐一样绝望 我听了他的话 也不再劝他 吩咐律义有空了 就陪他说说话 父皇去世后不久 方平和二皇子也消失了 起初也有人议论是我杀了他们 可是以旧父为首的文臣和以良信将军为首的武将都站在我这边 这种不和谐的声音渐渐地也随着方平和二皇子一起消失了 登基大典之前 我去凤仪宫拜见母后 母后帮我挣了正头上的冠冕 去吧 也带你兄长和阿姐 看看你的江山 对着母后行了叩拜大礼后 我便转身离开了凤仪宫 走向六岁时母后许给我的龙椅 我登基后批准的第一件大事 是良诚上奏说 他要带兵出去收服蛮一个部落 眼下宫中诸事繁杂 父皇驾崩那日一别之后 我还没见过他 蛮一部落终究是一桩祸患 我没有细问缘由便批准了 良诚离京之后 我突然想起他给我的那个檀木匣子 里面装的竟然是一对精致的木雕小人偶 我恍惚间记起他随良大将军入宫的那日 我看见他摆弄一个从未见过的木雕人偶 便上前索要 他不肯 这是我爹送给我娘的 我娘心爱着呢 我听了也没有夺人所好 那你下次入宫的时候也给我雕一个吧 父皇说了要给我们赐婚 你得送我一个定情信物 我那时还不知定情信物具体为何物 不过大我四岁的梁成 听了这话便一脸羞红地跑开了 我对着木雕赌物思人将近一年之后 梁成才回京 当着满朝文武的面 我坐在龙椅上问他 爱卿此行可还顺利 他晒黑了许多 笑着露出一口白牙 臣不曾辜负陛下 番外 梁成 我有一个公主要嫁 我爹说 男子汉大丈夫 最重要的就是信守承诺 所以我自九岁起便认定了我是要娶公主的 到了一亲的年纪 我的玩伴们都开始在各种宴席上相看 在我又一次推辞了赵将军家的小儿子的邀约之后 他有些恼了 梁成 你这都疾惯了 还扭捏什么 我轻叹了一声 不无得意地在他耳边低声道 我早就和公主定亲了 他难以置信地摸了摸我的额头 你没病吧 公主金尊玉贵地轮得道你娶 我听了思考片刻 理直气壮地答他道 那公主娶我 我嫁公主行了吧 你乐意嫁也不行 公主离咱们这十万八千里呢 他吃笑一声走开了 我没在意他的话 物字叼这手里的人偶 我九岁那年 爹大胜蛮夷 入宫敬见之后 也没在京中久留 三日后便又回到了边地镇守 出京那日 我手里握着刚雕好的一只木偶 有些丑 那就下次再雕个更好看的送给他吧 没想到一晃就是十年过去了 如今我的木雕手艺已经十分熟练 雕出来的人偶 也远胜当年爹送给娘的那个 这一日 爹刚回到家便兴冲冲地让娘早做准备 陛下下旨令我们回京赴除夕宫宴 娘别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 再不回京 咱们家可没地儿放那些木雕小人了 我故作淡定 双脚却微微发烫 入宫赴宴那日 我选了一对最漂亮的人偶戴在身上 一个是梳着双压计的小姑娘 一个是竖着发的小少年 那小姑娘正是她当年扯着我的衣袖叫我给她雕个定情信物的样子 不知她如今是何模样了 宫宴上 我一眼就认出了坐在对面的她 她笑起来眉眼弯弯的样子和儿时一模一样 我假装和爹说话 但余光里都是她 我看着她和身边的三公主说笑 嘴角也禁不住染上了笑意 陛下给我们赐婚的时候 我恍惚觉得是做了个美梦 我看见她故意板起脸教训三公主时 才发觉她如今是这样鲜活地在我眼前 等不了多久 我们就会是彼此除了父母之外最亲密的人了 宴席过后 我托她身边的侍女将那对人偶转交给她 强装镇定到是给公主的定亲礼 那侍女听了捂着嘴笑话我 是定情信物还差不多 小将军放心 奴婢定不如使命 那晚我激动得一夜没睡着 翻来覆去地想着她看到人偶之后会是何反应 从地下赐婚到大婚那日只隔了一年多 我却觉得比那十年还要漫长 大婚那日 我骑着马在宫门口等她 满心地焦急与期待 好像我已经等了她两辈子 行完礼之后 我迫不及待地把绿义赶了出去 有些忐忑地问起她那对人偶 看着她一脸心虚我有些失望 绿义去而复返 带来了宫里的消息 她有些慌乱 但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让我信她 我自然是信她的 而且在她的眼睛里 我好像也找到了我一直在期待的答案 我带兵随她入宫时 皇后娘娘和江丞相正在等她 宫里看起来风平浪静 可我还是带着人将里里外外巡视了一番 先帝驾崩后她有许多事要忙 有江丞相和皇后娘娘在她左右 我便回了府 我躺在铺着龙凤背的床榻上 做了个梦 梦里没有宫宴上先帝赐婚 更没有今日的十里红妆 爹被先帝猜疑 早早卸甲归京 我也只在京中领了个贤职 皇后娘娘和公主都失了陛下宠爱 最后坐上那个位置的是三皇子 三皇子一登基便让公主去和亲 还让我把公主送去蛮夷 我请示过爹娘后 决定在路上伺机带着公主离开 可是公主不知道我的打算 在宫门口便自吻了 我没能带她离开 只能在心地让人把她扔去乱葬岗时 将她的尸首带回了家 醒来之后 我出了一身冷汗 那梦太过真实 我在坟前烧纸时 被烫到的手指似乎还有些痛 所以 不等公主安排我的去处 我便主动上奏去打蛮夷 在梦里伤害过她的人 如今都伤不到她了 只剩下那些蛮夷部落 干脆一举打服了永绝后患 蛮夷部落狡猾又分散 耗了我一年多 又攒了一大香木雕 只不过 雕的都是她如今的模样 闲时我也会忍不住胡思乱想 她如今成了陛下 那我怎么办 若是陛下要充赢后宫 我又该怎么办 所以战事一结束 我就抛下大军赶回了京城 她当着闻五百官的面唤我的时候 我先前的种种担忧都消失不见 心里只剩下踏实 何必忧心那些尚未发生的事 如今 她好端端地坐在那高位上 与我而言 已是姓氏 何况此刻她的后宫里也唯有明媒正取的我 那晚 我们补上了洞房花烛夜 云蝎雨进时 她把玩着我的头发 似是随口问我 你想出宫 还是留在宫里 我没有答她 反而又问起我让绿意交给她的那一对人偶 摆在岸边呢 日日陪着我披折子 她的手臂 还上我的脖子 贴着我的耳朵轻声道 耳边温热的气息 让一丈春光更显移你 我放在她腰间的手 轻轻摩缩着她的肌肤 看着她的眼睛认真道 日后 都有我亲自陪着你披折子 翻外 蓝映 我有一个女人要杀 徐烟童死的那天晚上 我久违地梦到了阿姐 梦里 我安安静静地看着阿姐坐在秀架前穿针引线 她绣完最后一针 笑着看向我 蓝映 这件衣裳我终于绣完了 阿姐是城里小有名气的绣娘 爹娘去世后 我和阿姐就守着他们留下的一间裁缝铺过活 那日阿姐去徐府给徐家老太太量身 却被醉酒的徐家小少爷误认成了她的小妾 阿姐回来之后泡在浴桶里 一遍又一遍地搓洗自己的身子 直到她背上都渗出了血 我才拦住她 阿姐 我们报官吧 可是阿姐摇了摇头 没用的 官府管不了徐家的事 徐家老太太是陛下的乳母 自从太后去世之后 陛下愈发看重徐家 若是得罪了徐家 咱们还能活下去吗? 我答应过爹娘要好好照顾你的 我还欲再劝 阿姐却敢在我前面开口 拦应 算了 我就当是被狗咬了一口 咱们日后还是如从前一般过日子 好不好? 不知阿姐是在问我还是在问她自己 可我不想再让阿姐回想起那些事 只能硬了生好 此日一早 我还没想好该如何劝慰阿姐 阿姐却已经振作起来 快吃早饭吧 我还有好几套衣裳要做 今儿个可有的忙呢 吃完早饭后 她又催我去看铺子 快些去吧 晚上早点回来吃饭 阿姐这副模样让我很不安 可是对上她平静的眼神 我还是去了铺子里 过了晌午 隔壁家阿沈急吼吼地来铺子里找我 蓝硬 快 快些去徐府 你阿姐和徐府的人吵起来了 我听了来不及关铺子就赶去徐府 我到那儿的时候 阿姐被人围着 她憋坐在地上 身边散落了好多花样子 你们做什么? 我推开旁人扶起阿姐 却听到几个妇人尖酸道 好好的姑娘家 竟使些狐媚手段 徐家是什么门第? 一个秀娘还妄想进徐家的门 这可是徐家 哪怕是做徐家少爷的妾 恐怕她也求之不得呢 我听了这些话怒火中烧 你们胡说些什么? 明明是姓徐的她 一句话没说完 我撇到阿姐苍白的脸色 不忍再接她的伤疤 护着她回了家 隔壁的阿沈说 阿姐是去臣府给臣夫人选衣上的花样子的 臣家和徐家在一条街上 阿姐这一去便遇上了徐老太太回娘家小住的小女儿 徐家上下 怕事都知晓了那一桩事 徐家姑奶奶一开口便说 阿姐勾搭上她直耳了 何必再装成贞洁猎女去徐府门前晃悠 阿姐听了 跟着她到徐府门前与她争辩 说她看不上他们徐家 更看不上徐家那个何该千刀万剐的畜生 说到最后 阿姐更是让徐家姑奶奶给她道歉 不然就把那个姓徐的告去官府 徐家姑奶奶听了这话不以为意 还变本加厉地给阿姐泼脏水 说她借着绣娘的名头出入高门大户 就是为了勾搭男人 难听的话引来了好些看热闹的人 徐家姑奶奶见状躲进府里 独留阿姐一人在徐家大门口 被人围着指指点点 阿姐还不知被谁推散了一下 跌倒在地上 也正是在那时我感到将阿姐带走了 谁不知道他们徐家在经里横行霸道 老天爷怎么不一道雷劈死他们 阿沈说完事情的来龙去脉 狠狠地催了一口 我心里也有万般怨恨 可我更担心阿姐 他今日已经是强撑起精神 受了徐家人的污蔑回到家后 他便一言不发地把自己关在房中 我给他送的晚饭 第二日一早也没被动过 阿姐 你这样折磨自己 痛快的不是徐家人吗 我劝了好几次 阿姐总算开始用饭 可是徐家人竟还不依不饶 之后的日子里 家门口来了一波又一波的人 对我们指指点点 我就说他的绣活哪有那么好 原来是手段高明 瞧着是个水灵的姑娘 没想到这么脏 他们家里就两姐妹 说不定就是在高门大户里的男人们 身下讨生活呢 甚至还有下座的男人 问我和阿姐是什么价钱 我不堪其扰 阿姐也瘦了一大圈 这一日 我像往常一样 举着菜刀 把那些人赶走 他们哄笑着不肯离开 我一回头 看见阿姐从房里出来了 更急着想把这些人赶走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 你们和徐家的那群畜生 阿姐吼出这最后一句话 便跳进了院子里的那口水井里 我看见阿姐直直坠入井中 浑身冰凉 等我赶到井边 只看到一片幽深的黑暗 为阿姐办完身后事后 我把裁缝铺和房子都卖了出去 往后 我便只为阿姐讨个公道而活着 一封封撞纸送去了官府 却收不到任何回应 反而来了好几波来抓我的人 我躲在乞丐窝里 深感愧对爹娘和阿姐 亲姑姑找到我的时候 阿姐已经走了一年了 蓝应,想为你姐姐报仇吗? 亲姑姑用一方干净的帕子擦掉我脸上的脏污 我不知道她是什么人 可我只能相信她 更何况 她看起来也不像坏人 在入宫的马车上 亲姑姑说起了徐家 我一路上都低着头沉默不语 唯独在听到她说徐嫣彤趁王夫病重回了娘家时抬头看了亲姑姑一眼 亲姑姑看到我的反应补充道 她正是在那时害了你姐姐 丈夫还没咽气 她就回到娘家和陛下勾搭上了 还害了一条人命 咱们这位如瓶娘娘还真是不简单 我听着亲姑姑的话 手上紧紧攥着衣摆 放心吧 皇后娘娘定能帮你姐姐讨个公道 我这才知道我要见的人是皇后娘娘 亲姑姑把我带到皇后娘娘跟前的时候 我有些紧张 却觉得为阿姐报仇近在眼前了 听到皇后娘娘说要让我去伺候陛下的时候 我有些犹豫 我如今也才十六岁 能讨得陛下欢心扳倒徐家为阿姐报仇吗 可是到了这里 只怕也由不得我说不 我心中百转千回的时候 一个稚嫩的声音说了一句不妥 我循着声音悄悄打亮起那个说话的小姑娘 她看着就是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女孩 可是周身的气度却不输她身边的皇后娘娘 皇宫里养出来的孩子都是这般吗 后来我见到徐嫣彤的孩子的时候 才知道在宫里长大的孩子也有蠢笨如猪的 皇后娘娘没有让我去服侍陛下 而是四季安排我去伺候徐嫣彤 我梦到过她 在梦里她指着阿姐骂 可我看不清她的脸 如今我终于看清楚她的脸 有些难以想象她竟是如此恶毒的人 皇后娘娘和二公主都是好人 即便我在徐嫣彤身边并没有做什么事 可他们还是把报仇的机会给了我 二公主登基之后 徐家也倒了 玷污了阿姐的那个畜生受了公刑 包庇她的徐家大老爷 徐家老太太也被流放去了苦寒之地 还有一个包庇她还侮辱了阿姐的人 落到了我手里 徐嫣彤和她儿子搬进婉玉宫的那天 我问她还记不记得我阿姐 本宫身份贵重 怎么会识得你阿姐 徐嫣彤仍旧端着如飞的架子 你身份贵重 可我也不卑贱 我是为了给阿姐报仇 才入宫为毙的 她听了我这话 皱着眉打亮了我几眼 好像在想 这是他们徐家结下的哪一桩仇怨 娘娘贵人多妄事 还是让奴婢提醒娘娘吧 我阿姐是你直而玷污的那个秀娘 娘娘第一任王夫病重时 还在徐家大门前骂过阿姐呢 后来我们家门口日日都有人来说些闲言碎语 也是你们徐家人安排的吧 我阿姐头颈前说过 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 怎么 她没有入过娘娘的梦吗 娘娘若是梦到阿姐 别忘了带我告诉她 她的仇已经爆了 我说完这番话的时候 徐嫣彤已经有些支撑不住了 她跑到门口叫人开门 惊恐地说有人要害她 要害先帝的儿子 可是婉玉宫里只有我能出这道门 况且 我也不想现在就要她的命 对阿姐来说 流言蜚语是能要了她的命的刀子 可对徐嫣彤来说 无权无事跌进泥潭才是要了她的命 我要看着她在华丽的婉玉宫里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新帝身边的律义时常来找我说话 我也把律义带来的消息说给徐嫣彤听 新帝登基了 梁将军打赢了蛮夷 太后娘娘出宫 已将家女之名办了一间女子书院 她每听到一个好消息 面色便灰败一分 她的好儿子也时时埋怨她与太后作对害了她 住进婉玉宫不到一年 她就病倒了 在她的日日隔着门的苦苦哀求下 陛下恩准用最好的药材调着她的命 是我跟陛下说不必了 徐嫣在经中为非作歹多年 恐怕搜刮了不少明知明高 何必再在徐氏身上浪费银钱 在她最想活的时候送她上路 正如阿姐当年已经做好了重新生活的打算 却被她逼上了绝路 徐嫣彤死的那天 我也出宫了 我跟着亲姑姑在太后身边学着打理女子书院的事 阿姐如今快十二岁了 她那么聪慧的人 若是进了女子书院读书 将来定能有一番作为 番外 姜淳薇 我有一个男人要杀 我和先帝的婚事是先太后定下的 定亲前我曾入宫见过她一面 后来先太后提起这件事时 说她当初是不大愿意娶我的 见了我一面后才改变了主意 我一直以为她改变主意是因为俗套的一件病情 见到徐嫣彤之后 我才明白 在我与先帝之中 被情字困住的只有我 我自小与兄长一同开盟读书 见过的男子要么如兄长一般不拘小节 要么如老师一般古板严苛 被年少的先帝这样谦和俊朗的温润公子迷了心智 也不稀奇 其实也是在定亲前的那一面之后 我决定要做她的皇后 可是父亲不同意 你读了这么多书 怎么甘心余生都困在朱墙之内 我那时满心满眼 都只有心上人 自然听不尽父亲的忠告 父亲终究还是在我绝食三日之后妥协了 可是一向和我胡闹惯了的兄长却冷着脸说他对我太失望了 父亲和兄长如何看我 我都不在乎 大婚之夜 可是先帝把我揽在怀里对岳启示说他必定不会辜负我的时候 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我甚至还能厚着脸皮回到江家 拿先太后让老宁国公交出兵权的事劝父亲放权归隐 那天父亲气得打了我一巴掌 你是想拿江家上下的命去讨好你的夫君 兄长把父亲扶回房之后疏离地对我行礼 微臣恭送皇后娘娘 自那以后 我同江家就始终隔着一层 每逢年节和我的生辰 兄长都会送礼入宫 可他从来都只会毕恭毕敬地唤我皇后娘娘 不过那时我对先帝的愧疚比对江家人的更甚 先帝是个野心比能力大的皇帝 先太后在世时还能给他兜底 先太后离世后 他便只能通过后宫来牵制前朝 我有愧于没能为他说服父亲 只能在他提出要纳非时大度地为他安排妥当 每每有新人入宫 当天晚上 先帝都会歇在凤义宫 他歉旧地向我承诺 纯薇 不管宫里进来多少新人 皇后只会是你 花朵一样俏丽的嫔妃们 入宫时都是欢欢喜喜的 满心以为自己和年轻潇洒的帝王能够两心相许 看着他们争风吃醋 又在母家获罪时苦苦哀求 我有些可怜他们 可是那毕竟也是我心爱的夫君 先帝在朝中安插了一些自己信得过的人 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 我有了身孕 太医当着他的面枕出我的喜脉的时候 他愣在当场 我以为他是喜不自胜 后来我生下一对龙凤胎 我瞧着他好像是高兴的 可是两个孩子因病夭折的时候 他好像又不是很难过 直到我成了一缕幽魂游荡在宫中 才在他和徐嫣彤的一次争吵中得知真相 原来先太后临终时曾经告诫他 不能让我生下皇子 两个孩子染的天花正是他亲口吩咐人安排的 他做了这么残忍的事 转头却能像没事人一样安慰我 使这两个孩子福薄 我们还年轻 还会有孩子的 后来我确实又有了孩子 幸好她是个女孩 玉叔是宫里唯一的公主 她活泼可爱 先帝很喜欢她 玉叔三岁时他把晚玉公赐给了她 玉叔五岁时他召见梁将军 也任由玉叔坐在她膝头 不过这一切都在我落了一次水之后 戛然而止 贤妃的兄长和惠妃的父亲都是先太后提拔的 他们入宫的时候 宫里的嫔妃已经不多了 我以为先帝让他们入宫是对两位心腹大臣的恩宠 他们俩平日里吵吵闹闹 谁也不让着谁 可是一块儿陪着玉叔玩的时候 又难得地耐心温柔 那日我在荷花池边看到他们如同往日一般斗嘴 便上前劝了两句 可他们不依不饶 甚至动起手来 旁边的奴才阻拦不及 混乱中我被推进了荷花池 我一醒来 就听到先帝动怒说要为我讨回公道 没等我劝 他就发落了贤妃和惠妃 在这个结果眼上贤妃的兄长又被查出贪末受贿 先帝一怒之下 斩了贤妃的兄长 盼了他满门流放 贤妃心灰意冷 当夜便悬梁自尽了 惠妃知晓了这些事 京剧之下小产 此前没有太医诊出过他的喜脉 先帝没有为他的孩子难过 当下便以谋害皇后、残害皇嗣的罪名将惠妃打入冷宫 我不懂先帝为何绝情至此 见到徐嫣彤的那一刻 一切都明了了 他成宠后第一次来奉仪宫请安时 穿戴极尽奢华 一眼便能瞧出他是先帝心宠 说是心宠 似乎并不恰当 先帝对我的好 应该也有一半要记在他头上 看见他那张与我有八分相似的脸时 我猴头猝然涌起一股心田 我不止对不住父亲、兄长、对不住姜家 我更对不住我自己 先帝对我的柔情蜜意 或许是为了排遣相思、稳定朝堂 又或是牵制姜家 但绝不可能是因为我是他心爱的发妻 我可怜别人的时候 未曾料到自己也是个可怜人 平心而论 先帝的手段并不高明 可我却不曾对他起过疑心 我这样竟也配做姜家的女儿吗 自那以后 我就把自己关在凤仪宫里 闭门不出 不仅是为着避开那一对狗男女 更是为了玉叔和姜家 如今朝局已定 冒险与他们拼个鱼死网破 也没多大的意义了 何必为了这样的人把命搭进去 玉叔是先帝的亲生女儿 兄长是先帝的公骨之臣 我以为只要我避开徐氏锋芒 徐氏这个小门小户出身的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等到玉叔嫁人出宫 他便自由了 可我小看了徐嫣彤 也高看了先帝 我带着不甘和不舍 死在赵宁二十二年 死后我没有魂归地府 投胎往生 而是成了宫里的一缕幽魂 我在我的葬礼上再一次见到徐嫣彤 她在我的棺果前给自己搭了戏台子 徐贵妃在江皇后下葬的那日哭晕了过去 宫里的人多少都知道一些我和她之间的举语 没人把我们当什么情深义重的金兰姐妹 只有先帝十分受用 心疼地守在她床前都顾不上我的葬礼了 他们这一对鸳鸯让我觉得恶心 日夜守在我的灵前的徐书却让我十分心疼 这十年里 徐书从一个天真活泼的娇蛮公主 长成了一个端庄沉默的婷婷少女 她红着眼眶跪在我灵前 轻而劝她去歇歇 她不发一言地继续跪着 我看着她这副模样很是自责 先帝对这个女儿没有半分疼惜 任由徐燕桐拿捏着碗玉公 论起来 封燕恒也是与玉叔血脉相连的弟弟 从前我也没拘着玉叔去找封燕恒碗 只是时常嘱咐她凡事不必和封燕恒争 可是即便如此 徐燕桐还是视我们母女为眼中钉 她交出来的封燕恒对待玉叔也渐渐冷淡了许多 去遂封燕恒失足跌进荷花池 是玉叔把她救起来的 可是所有人都围着封燕恒打转 没人关心玉叔 轻而说 那天她在碗玉公照顾玉叔 听到她在梦里叫父皇 母后 可我那时已经卧病在床 除了终日悔恨 再无办法 我下葬后 玉叔如我生前一般把自己关在碗玉宫 可我却比生前更自由了 穿梭在宫中各处 好像在看一场与我无关的大戏 我看见先帝深夜独自去奉仪宫痛哭 而后躺在我病死的那张床榻上做起了噩梦 玉瑶 燕伟 别怪父皇 她紧锁着眉头叫了我早妖的一双儿女的名字 我听到这句话立刻就想通了其中的官窍 之后 她和徐燕彤的争吵 更是印证了我的想法 徐贵妃宫里的人说两位公主啼哭不止 请她过去看看 她急忙去了徐贵妃那里 可是等着她的不是两位公主 而是恼怒的徐燕彤 陛下去了凤仪宫 先帝明白公主只是徐燕彤的借口 当下就有些生气 燕彤 你越来越没规矩了 徐燕彤见先帝避而不答 怒意更甚 人都死了 陛下这会儿去凤仪宫庄申请给谁看 话音落下 先帝便打了她一巴掌 纯威是皇后 你真是太放肆了 她骂完就转身离开 临出门却听到徐燕彤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陛下别忘了 是臣妾的兄长冒死为陛下解决了江皇后的儿子 先帝愣在门边 徐燕彤继续道 陛下 兄长是按照您的吩咐 从宫外弄了天花病人的贴身衣物 又在您的安排下放在大皇子身边的 大公主真可怜 若她和大皇子不是龙凤双生 也就不必养在一处受此牵连了 徐燕彤假意惋惜着 嘴角却挂上了快意的笑 陛下 太后娘娘嘱咐您 不能让江皇后生下儿子 您明明可以让她意外小产 为何还是让她生下了一位皇子和两位公主 我听见这话 机遇作呕 徐燕彤走上前 拉着先帝的衣袖继续质问她 人人都说皇后受到的恩宠 是因为她与臣妾有几分相似 果真是如此吗 她好像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 可是明明一双儿女亡死 被枕边人算计的是我 熬死了一任丈夫 被接进宫 连带着儿女都受尽宠爱的人是她 先帝甩开她的手 朕是皇帝 不必事事都要向你交代 她说的这句话让我有些不安 她的真情假意都不值钱 可我担心她惹恼了徐燕彤会连累欲输 徐燕彤听了这话似笑非笑地开口 陛下自然不必给臣妾一个交代 只是如今 江丞相和哥哥是陛下的左膀右臂 陛下可得清醒一些 那一夜 先帝与徐燕彤不欢而散 可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她还是如从前一般带徐燕彤 徐燕彤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徐贵妃 兄长入宫同先帝商讨正事时碰见她 也会恭恭敬敬地朝她行礼 如此安安稳稳地过了三年 这三年来 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晚玉宫里看玉书和青儿绣花聊天 玉书终日里奄奄地 青儿在一旁说个不停 她有时也附和几句 偶尔我也去看看先帝和徐燕彤的动向 封燕恒被立为太子之后 徐燕彤的兄长在前朝越发得力 徐家没有根基 只能倚仗先帝 兄长虽早已在暗中和徐家有了来往 可表面上仍旧是一个忠于先帝的纯臣 她常常当着先帝的面与徐燕彤的哥哥意见相左 也从未问起过玉书的消息 先帝自信地以为自己大权在握 形势也日渐荒唐 在她那儿不知道是第几个 据别人说是与我有几分相似的妃子之后 徐燕彤对她下手了 连着下了一个多月的药 先帝终于驾崩了 我没去看她 万一她能看见我 那得多个硬啊 封彦恒做了皇帝之后不久 徐燕彤就让她下旨令玉书去和亲 我知道 她并非真的想把玉书嫁去蛮夷 她是想逼死玉书 只是若玉书不愿赴死 到了蛮夷也会受尽折磨 清儿也明白 所以她用剪子了结了自己 这不是她对徐燕彤的反抗 这是她为自己选的结局 我很感激清儿能帮我照顾玉书 如今连累她落到这般下场 都只怪我识人不清 胆小怯懦 玉书盛装倒在宫门前的时候 我更是悲痛欲绝 我眼睁睁看着从她脖梗间涌出的鲜血与大红的喜福融成一片 却无能为力 本来摆在她面前的也就只有一条死路 直到梁成把玉书的尸首带回梁家时 我才知道或许她是有一条活路可以走的 梁成早就做好了带着玉书离开的打算 玉书在梁家停临三日 封燕恒没有管这事 梁将军虽然早已卸甲 可还是有不少旧部活跃在军中 封燕恒刚刚登基 不敢轻易招惹她 玉书下葬时 我也眼前一黑 在睁眼时就回到了赵宁十二年 我不知道我是如何得到这番机缘的 我想 带着贤妃、惠妃、青儿和玉书走上活路 就算是报答上天的好生之德了 重生以来 所有事都很顺利 除了察觉到玉书也重生了的那一刻 我有些矛盾 既希望绝望死去的玉书可以活过来 又希望玉书不用经历那些事 安安稳稳地坐上天底下最尊贵的位置 可是玉书反过来安慰我说上天给了我们重新来过的机会 我们应当开心才是的时候 我也想明白了 不管她有没有重生 她始终是我的女儿 把天底下最好的东西捧到她面前 是我应该做的 所以我就下贤妃和惠妃 向兄长服软 安排芳月分须烟童的宠 直到送走先帝 告知她真相的那一晚 我忽然觉得她是一个十分失败的夫君 似乎宫里的每一个女人到最后对她都只有怨恨 不过原来不爱她之后 对她下手是这么轻而易举的一件事 只是我如今也信歇因果 即便是想她早点死 也没造过什么杀孽 至于徐彦彤 玉书也很妥善地安排了她的去处 玉书登基后 我便和亲儿出宫了 父亲不希望我困在猪墙内 可我终于走出来的时候 只能去她坟前告诉她 无论何时 只要父亲等到了这个好消息就不算晚 兄长安慰我 之后有何打算? 不等我开口 他又故作严肃地警告我 你要是再对我有所欺瞒 往后就别想回家了 我好笑地看着已经续起长须 还一团孩子气的兄长 故意吊她的胃口 那我就不回家了 说完 我就带着亲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玉书在宫里形势不变 他让我出宫选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 办一间女子书院 我欣然应承 我也希望天下间的女子都能在四方院墙外找到更广阔的天地